美国过去二十多年来 已经超过140件不明飞行物事件 美国国会就召开了 首场不明飞行物的听证会 有美国国防部还派出了 两名高阶情报官员来出席作证 当中还罕见地秀出 F-18在白天目击到了 不明求撞物的影片 官员还说这东西会反光 七年前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影案 拍下疑似目击幽浮影片 美国目击这种状况 从2000年后就有超过144件 这么多不明飞行物UFO 让美国召开半世纪来 针对UFO的公开听证会 出席听证会的五角大厦官员 秀出这段F-18战机拍到的 神秘飞行球体 但美军即使定格在拉近一看 还是不知道这颗白色飞天球 到底是什么 企图努力解密不明飞行物 也是因为五角大厦统计 这种不明空中现象UAP 至少有十一次 差点与美国军机在空中擦撞 俨然成为美国国安问题 甚至有不明飞行物出现在核武基地附近 就怕会是中俄等外国对手研发的秘密武器 CN主播在追问前CIA局长 服装谜团让外界好奇 美国太空总署NASA最新计划之一 就是靠着发送以二元码组成的人类裸体图像 试着联系外星生物 或许太空也对我们发出讯息 第一毫般声音 这是NASA从音线做新系团获得的声波 用音效合成处理 转换为人类能听到声音 不论美国听证会或NASA任务 都期盼揭开浩瀚外太空神秘面纱 东西文 陈慧珍 林陪宇报道 这是Aktad 推广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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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